好来看到吉安湘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 乡镇总质询在18号的时候是圆满的结束了 乡长游淑珍感谢代表会对于乡镇建设的支持跟指振 各代表的建议案也是未来乡镇规划的参着重点 吉安湘民代表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 乡镇总质询在18号圆满结束 乡长游淑珍提出了六大感谢 他感谢中央、县政府、代表会、聚工伙伴、企业、社团、公庙 还有乡公所团队的共同齐行努力 让吉安湘可以越来越好 感谢代表会对我们这一次的执政 未来规划的方针也会来参着 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志工的共力 在社区、在任何一个环带 在我们的解禁家园还有社福的推广 都有志工的同在 谢谢我们全民的共管 让我们的工程、执行 跟每一个道路的建设 都有全民一同来 监管跟提报 这是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 谢谢中央地方的协力 让我们挹注无限的希望在吉安 谢谢中央跟县府的大力支持 也让我们所有的建设经费能够更到位 感谢所有的善心人士 一起共够吉安的幸福、社福跟美好 可以让吉安的任何一个环带都能够圆满 感谢我们吉安湘苦练成钢的钢铁团队 5分24小时365天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会延续未来到每一天的建设 游书贞也表示 后续还有很多任务要执行 相公所团队会继续坚持 为成就美好大吉安向前努力打拼 我们还有很多今年要完成 明年要提案未来要建设的方案 也一并的一一的来呈现 来作为一个有效的规划 相信是我们相公所最好的 强而有力的后盾 代表会是强而有力监督 也是提点相公所的最有效的一个执行力 所以吉安湘公所一定会在未来的每一天 做好每一个工作的任务 让我们吉安成为一个世信宜居 缤纷吉安的幸福之乡 介续会吉安湘报导